大家好 我是毛毛 今天我们的工作人员 推荐我来了一家 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小店 它里面所有的菜 都是用泡面做的 就是这个 泡面男孩 它这里是世界各国的 很多很多种类的泡面 都在这里 这个是猪肉味的泡面 这个是狗肉味的吗 是什么 这什么味道的 这里写了一个18镜 你们不要看 你们不要看 这个店面虽然小 但是它非常的精进 然后店面的环境 还很干净很漂亮 就特别适合我们吃 这个菜单叫做泡面地图 这个东西虽然它叫菜单 但它实际是一本 泡面百科学书 就是经过这边老板 筛选过的泡面图片 就是它前面这边是 老板觉得每种面条 最好吃的排名 然后后面是 给你详细细合了不同地区的不同种泡面 一共有这么厚 这么厚 很真的 这是刚刚看到的那只熊 北海道动物园拉面 然后这里有个18镜拉面 咖喱味的 我强烈建议点一下 这个好贵啊 这个18镜拉面要88块 果然成人的东西就是有点贵 它说这个是每个月的隐藏泡面 看封面我以为是 我以为是放在超市的那种货架上卖的 女性用的那种东西 然后一看下面大麦 小麦和大豆 什么东西是女性用的加小麦和大豆的呢 因为我们今天有很多工作人员在现场 所以我们可以多点几份 然后尝一尝这边 老板觉得很好吃泡面 味道到底好不好 还有我们自己想要尝试的泡面 到底是什么味道 尝这间点赞 然后点了鱼料都被咬了 哇 它这里的鱼料太不贴心了 有铃航 鱼航都会写得别掉了 哇 感觉这家店的机器 长得那带小姐姐来自的火车 它的电影的所有的特别 真的我觉得很贵心 然后点菜的时候跟大家聊聊天 我们拍这期视频的时候是十月份的月子 其实鱼料的要直播时长不够了 现在要疯狂故事 所以如果大家晚上有空的话 还是希望能够多多支持鱼料的直播 直播时长够了 他就可以继续来我们的节目当嘉宾 这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我们要一起努力让他直播时长够 不知道大家平时自己喜欢吃的泡面有哪些 其实也可以打在鱼料的 屏幕上面来告诉大家 来把自己心目中最好吃的泡面安利给大家 哦 它这边给你煮完了之后 我会放一个这个在你边上 哇 好棒 它是盐味的橱面 它是在里面加了笋 然后面里面会有一股海苔的香气 这也是额外加的 如果你自己在家里面下的话 就没有了 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 国内是没有盐味拉面这个东西的 就是像这种日本的原味拉面 它可能在日本卖得很好 但是在国内就完全没有竞争性 为什么是女性专用呢 就是如果男的吃了会怎么样 哎 别提了 它这个是细面哦 面条很细 然后汤有一点点黄黄的 嗯 这是一个很淡很淡的 番茄口味的汤面 其实你只能看到调味料 有一圈淡淡的浮在这个碗边上 但它的番茄味 就是不得不吐槽一下 就是 是看看人家同一排的 这个简直就不能比啊 就那个番茄味很濃 这个就基本上没有什么番茄味 很淡很淡 这个面不是很好吃 哦 好香啊 这个有点好吃啊 听店员说这个面是 贾定文公司出的那个面 哇 这个很好吃 虽然它有点辣 但是真的很好吃 停不下来 这个麻酱也太香了 在嘴里面的味道 哇 这个超脆点 这个好吃 我再吃这个我要喝水了 它是辣的 哎 今天这个熟悉的声音不在 好香啊 这奶油味好浓郁 这个也好好吃啊 这是他们家汤面排名老板心目中第一的百一泡 它这个的汤底有点像我们平时吃的那种 奶油意大利面的那种酱料 但是它是偏甜的 我要再吃一口 这个太好吃了 完了 我后面吃不下了怎么办 这是我第一次吃奶油味的泡面 我以为会采雷的 没想到这么好吃 超推荐的 人家现在吃了几个 给我的感觉就是 你一起做一个全世界泡面的榜单 不如只做中国泡面的榜单 因为中国的泡面实在是太能打了 我要挑战十个 这个是他们家的原创面条 也是他们家的招牌面之一 咸蛋超人面 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放着两个糖心蛋 哇 这个好好吃 它的这个拌面酱是有一点点甜的 然后上面还有一点点淡淡的这种辛辣感 加上咸蛋黄的香气在上面 嗯 这个好吃 我要来一口咸蛋蛋 这个糖心蛋好嫩嫩的 不过是他们家的招牌之一 这个面呢不是那种生产出来 变得超市卖的泡面 这个是他们用韩国的面饼 然后自己调味做出来的面 如果顶要来了 肯定会给他打一个 什么32859分 这个我一口都吃不下去 看到这个红的程度 我就知道我不行 我刚才吃了一份日本的女子面 现在来吃韩国的男子面 为什么男子面的配菜那么丰富 女子面上什么配菜都没有 为什么 老板为什么 我要加你微信了老板 啊 闻上去就很辣 但是很香 这不就是辛拉面的味道吗 这个就是那种 辣上来了 这个是延迟性的辣味 有点辣的 有点辣的 不热 这个属于刚吃进嘴里面觉得还好 但是过一会儿 嘴里面开始麻麻热热的 就韩国的这种土面 基本上都是辛拉面的那个味道 你看我刚刚我吃两口 喝一口水 就是这种在这里的辣度是三颗星 然后这边我们刚刚看到 它有一个叫做十八定泡面 那个十八定泡面的辣度 号称是二十颗星 就是如果点赞过十万 我们就买一个回去 然后自己煮一煮 给顶章尝一尝 给大家拍个小彩蛋 就是这家店的泡面 它的价格肯定是比你去超市买 这个面的价格要高的 它这边会帮你做好 用碗钻上来 然后还有服务员 包括还有它这边的环境 而且它有开在静安区 上海的静安区 你们懂的就是什么都很贵 就是总体来说 感觉这是一家非常用心的一家泡面店 正好来静安区这边的同学 路过了可以过来尝一尝他们家的泡面 非常推荐他们家的那个咸淡黄拌面 真的很好吃 这别的点吃不到 希望大家在辛苦的学习和工作一天之后 可以看着王叔父和小萌包的视频 吃一碗热腾腾的泡面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边就结束了 记得关注王叔父和小萌包的账号 还有给我们的账号 点赞 投币 转发 收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